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8月28号星期三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中午 等于北京那边的时间 是8月29号的凌晨 解放军进香港 网友们拍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 在网上都非常多 大家都看到了 网络就谣言说 习近平下令说三军进入香港 这是胡说八道 我们来给PPR 因为现在网上我觉得有一些人 真的已经到了 就是说为了点击率 已经是不要脸的地步了 真的是就是造谣生事 这个事是这样 是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在29日凌晨组织了第22次轮换行动 这个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驻军法 关于香港驻军人员实施轮换制度的规定 经中央军委批准进行的 年度正常的例行行动 也就是说从香港回归了之后 我们有驻军之后 就是一直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 是固定的搞一次轮换 这是第22次 我们回归了22年是吧 对 97年到现在22年轮换了22次 应该就是每年一次 然后我查了一下前面几次 可能是什么18 19 20 21 这几次也都是在8月底搞的 现在今天的8月28号 8月29号 那么就是说跟前几年是一样 日期也接近同样的在搞这个 所以我们首先认为 就是说从日期 从驻军法来讲 这是一个正常的轮换活动 那么这个轮换活动之内 会不会搞一些其他的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肯定不是说 不是习近平下令三斤入港 这个我的天 这别有用心 这种说法 太惊悚了 太惊悚了 没有必要 就是说你有那么缺钱 这个太轻 完全就是说太过分了 对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有人说 就是说有谣言 我们也不能谣言 我们前方的一些算是网友 给我们提供一些消息 就是说这一次的轮换 实际上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加强了 就是说驻港部队的一些装备设施 从人员 从车辆 从个人的这种补给和配备来讲 加强 加强的这些设施 还主要都不是针对于打仗中的 而是主要针对于震报中的 因为打仗跟震报是不一样的 打仗的 对方都是拿枪 武枪弄棒 对不对 震报主要都是平民 手无筋解的平民 他用的设施方式都不一样 说这次轮换的部队 也就是说主要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 然后因为按理说轮换 比如说你下来10个 我给你补上10个 对不对 那么但是就是说有谣传说 这次可能就是比如说下来10个 我给你补11个 增加一点人力物比 但是这个来讲 因为是谣传 因为这种军事调动 属于高度的军事机密 我们现在得不到的具体的数字和信息 就是说你如果有这谣言的话可以 你就说比如说你撤了多少辆车 比如说你换了多少辆车 你进去多少辆车 你撤了多少人 进去多少人 你得给我准确数字 你准确数字显示出来 的确确是比你轮换的要多 那就说明你是加强了的 对不对 但现在来讲 我们拿不到这种 当然这种军事数据 我现在不知道谁能拿得到 但是反正我们要出来辟谣一下 不是什么三军入港 活八道 是正常的轮换活动 而且是每一年都有一次 而且前面那几年也都是在8月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怎么说 海外媒体 就是说各种真假消息 充斥其中 希望你们能够订阅的一个坚持的说真消息 一旦说错了 也冲于承认的 死冲记 而不要看那些 就是说威严耸听 标题党 对吧 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吧 对 那靠完自己了 这期主要目的就在这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